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来勘验到底各方出的招数是什么 马英九阵营指控整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应该有七大疑点 这个应该有九大的疑点 但是呢检方也立刻说呢 马阵营提供给大家看到的是相关的那些 那段录音的一个内容有七个疏漏 所以算是加起来至少16个地方有问题了 那么今天这些问题到底能不能够得到答案 我们先带你看检方跟马阵营今天如何共放 马阵营指控侯宽人笔录不识 最少有九个地方疑似一花揭幕 特别是针对预知特别费是否该因公使用的部分 吴立入三次回答不知道或不清楚 但笔录却记载是没错明显有出入 另外针对马英九是否已有因公使用之事实 才来申请特别费 吴立入同样的两字回答忘记了 但笔录上却写着是的两个字 同样遭到马阵营的强烈质疑 不过对此猴夸人反驳 马英九律师团提供给媒体的笔录记载 至少也有七个地方被遗漏 我问到你不清楚 我就是从理论上 对 理论上 理论是这样的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你到底怎么用 那不是你们的问题 我是说我是从推论 理论来讲 今天不管是对付人也好 对啦 因为 我们说不管是不权力还是不权力 这个钱总是要做 当中之用 还原当天录音 台北市政府出纳吴立入回答询问时 有好几次说对 没错 因公之用等字眼 但都没有出现在马阵营版本的笔录上 解放律师都有话要说 刊验的关键就看双方提出的这16个疑点 法官相信哪边 代理新闻综合报导 好 那么今天大家攻防焦点就是在七大疏漏 还有另外九个问题 郭忠大哥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勘验 我们刚才讲到了证人持续的一个讯问 未来接下来还要来讨论怎么个勘验法 侯官人在讯问笔录里面 录音带跟录影带里面 跟他写的笔录有没有吻合 这问题如果认为是吻合的话 有几个法律问题 如果吻合的话 法庭法官就会裁定 他这个证人的证词 是可以作为法庭审判的一个之一 一种证据之一 如果认为不吻合的话 法庭法官会认为说 这个证人的证词不得采用 认为说这个证词有问题 他可以不采用 不会去作为法庭审判的政绩之一 另外牵扯到的问题是说 如果侯官人做这个不实的话 法官有没有权利对他怎么样 法官是没有权利的 他另外要交办 你们交去另外侦查 他有没有伪造文书 有没有堵职罪 不是法庭去审判 今天法庭只是要证明 这个证人的证词 有没有证据律而已 所以来检验他这个录音带 跟笔录有没有吻合 这个要先跟观众说明 因为统签媒体把他报导说 这个证词如果没工 按着大兵盘 马英九就是被设计被陷害 差太多 那种解释实在差太多 吴立如的证词 只是起很多证人之中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证词是不是会影响 整个法庭审判的证据力 对马英九是不是涉嫌贪污罪 是不是全部都依赖这个证词 不是的 只是从其中之一而已 法官要不要采信这个证人证词 法官自有自由心 这是要先说明的 第二个问题 今天律师对外面散布这件事情 是不是要接受公平 法庭也没有权利讲说你律师 怎么可以对外散布这些不实的东西 法庭也没有办法 法庭只能这样可以交代说 你们律师公会自己要怎么处理 是不是违反律师的伦理 那律师有没有构成伪造文书 这个是另外也要侦办 不是他法庭要审判的 所以这几个法律问题 跟观众解释以后 今天这个检验只是检验这个无利儒 这个出纳 他讲的话能不能作为法庭要审判的证据 只是这个问题 所以不必被统派媒体误会到说 今天检验出来 如果没实在马英九就无罪了 还是如果实在马英九就有罪了 还早 所以你说证人很多 那么证词值不值得 可是我忍不住还是要补充一句 因为统派媒体实在是太厉害 各种不管是社论报导 甚至请很多专家教授写文章 包括我们很有名的陈长文律师 陈长文教授 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马阵营的律师 也是他们法律事务所出来的 所以他写文章支持他的律师 这个是我可以理解 无可厚微 可是作为一位教授 不要以律师身份 不要以你的律师事务所 你还是教授 台大法律系教授 你对一个教授应该讲一句公道话 这个证人的证词 对马英九这个案子的公信力有多大 你应该讲出来 第二个 律师在攻防策略 是不是应该要透过这种方式 对媒体散布这些消息呢 你教授要跟学生讲 会皮疙瘩? 优优独播剧场——夜线 致辞野 律师在攻防策略 idade 在攻防策略 疫情 手 sei 突然 移